南投县印加果生产合作社日前正式成立 成为全台湾第一家印加果生产合作社 并选出黄毅锐担任创会理事长 台湾在食用油风暴后 对食用油的安全与品质更加重视 黄毅锐理事长表示 印加果除了可以解决槟榔树危害问题 也是极好的食用油经济作物 目前全线种植面积超过10公顷以上 印加果这个东西是秘鲁的产业 他们那边生产出来的 我去泰国以后知道这个东西 然后在台湾我们南投这边开始推广出去 我们现在在推广印加果这个产业 是在拯救我们低海拔的檳榔树 是我们最大的期望 而且它的利用价值很高 现在刚开始只有46个会员 但是已经超过10公顷以上了 南投县印加果生产合作社社员苏东黄表示 印加果可以提供作为食用油 经济价值高 也是日本近来很夯的食用油 印加果主要它含有豐富的Omega 3 还有它的材料 它的果肉 它本身有豐富的高蛋白 所以它对人体的健康非常的帮助 然后日本最近非常非常的盛行 非常的夯 那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经济作物 印加果生产合作社创立大会上 嘉宾云集 包括县府农业处副处长林美珠 及县议员曾正言 及县农会等许多主管都到场与会 县议员曾正言 肯定印加果的经济效益 鼓励农民可以广为种植 印加果有经过专家的研究 因为这是真正好的一个食用油 比其他油更好 对我们的身体真正好 我们的社会家也会把我们的乡亲家 加强财政的基金 目前已经有几个乡亲开始准备财政 这广为宣传 希望我们的印加果社会 在楼下 把这个越来越好 越来越旺 让我们家会的农民 照顾到我们的历史的这个身体 成立大会现场 提供了印加果的叶子 果实及许多的成品 像是面膜 果酱 食用油等等 给来宾参观及品尝 希望能大力推广 种植印加果 也保障国人食用油的安全与健康 记者往水仙南投采访报道